杨扇什么都没有 就凭着他那张嘴要把朱祁镇带回来 他带领着使团来到了瓦剌的营地 见到了野仙派来迎接他的使者 在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杨扇经历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之前瓦剌派出的使者 受到明朝太多的轻蔓 野仙对这个杨扇并没有多大好感 在他的授意下 宴会之上 接待人员突然以傲慢的语气 问了杨扇一个极让人难堪的问题 土木宝之战 你们的军队怎么这么不经打 杨扇呢 正在那埋头大吃 听到这个故意找茬的问题 抬起了头 直视着对方挑衅的眼神 他既要维护国格 不丢面子 又不能跟对方闹翻 于是决定啊 吹一个牛 虽然他之前可能吹过很多牛 但是这次吹牛 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杨扇呢 突然叹了口气说道 哎 有些事情我原本是不想说的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还是告诉你们吧 这句话说的对方一愣 连忙就追问原因 杨扇呢 看似很不情愿的 接着说 土木宝之战时 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京城 全部出征到南方去了 王阵率军轻率而动才会失败 现在南征的部队已经全部回来了 有二十万人呢 再加上新练的三十万军队 全部经过严格的训练 随时可以作战 野先的使者听完这番话 不由的倒抽了一口凉气 可他们不知道 更加损人听闻的还在后面 六十多岁的杨扇 摆出老奶奶给小孙子讲鬼故事的架势 会声会色的对他们说 除了主力部队已经准备好之外 我们在边界还埋伏了很多火枪和带毒的弓弩 你们的人马被打中就必死无疑 而且啊 我们还在交通要道上安放了很多铁锥 你们的骑兵一踩上 马蹄就会被刺穿 根本无法行动 估计这个杨老先生还是一个擅长编恐怖故事的人 他煞有介事的 对脸都吓得发白的瓦剌人说 实话告诉你们 每天夜里你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都要派很多刺客去偷看你们的营帐 来无影去无踪 你们还不知道吧 杨扇结束了他的牛皮 微笑着抬起头 看着对面那些吓得目瞪口呆的瓦剌人 脸色突然一变 换上了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 发出了一声叹息 可惜这些都没用了 瓦剌人刚刚被这位人兄诡异可怕的故事 吓得不行 突然又看他脸色 由因转情 搞不懂他玩什么花样 便追问他 为什么 咱们已经讲和了彼此之间就像兄弟一样 怎么还用得上这些呢 瓦剌人笑了 他们终于不用担心那些火枪 铁锥和刺客了 杨善也笑了 因为他又成功的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结束了这场饭局 杨善动身去见野仙 在那里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 果然 谈话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野仙发火了 向大明朝廷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难 为什么你们压低我们马匹的价格 为什么你们卖给我们的布匹 都是减破了的裂等货 为什么我们的使者经常被你们扣留 为什么你们要减少每年给我们的封赏 问完了之后 野仙咄咄逼人的看着杨善 等待着他的回答 他提出的这些问题 确实都是事实 但杨善作为一个直管礼仪的官员 这些国家大政方针问题 根本就没他的份 更不用说对外发言了 但是现在他必须回答 杨善呢 笑了笑对野仙说道 太师不要生气 其实我们并没有压低马的价格啊 太师给我们送马过来 马价逐年上升 我们买不起 却又不忍心拒绝太师 只好略微的降低价格 这也是不得已的呀 您想想啊 现在的马价比最初的时候 还是高了很多呀 至于布匹被捡坏的事情 我们深表遗憾 也已经严厉查处了相关责任人员 您送来的马匹 不也有那不好的吗 这自然也不是您的意思吧 野仙连忙大道 当然当然 我可以保证 这绝对不是我的安排 此时大明朝廷选派的最佳辩论手杨善 已经进入了状态 他神采飞扬的继续说道 还有 我们没有扣留过您的使者呀 您派来的使者 有三四千人 这么多人 难免有些人素质不高 偷个窃或是抢个劫的 这也是难免吧 我们也能理解 而太师您 执法公正 必定会追究他们 这些人呢 怕定罪就逃亡了 可不是我们扣留他们的呀 其实啊 我们每年给你们的封赏 也没有捡 减去的只不过是虚报的人数 已经核实的人都没有降过的 您看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至此 正方辩手杨善就辩论题目为 明朝到底有没有亏待过瓦剌的发言 圆满完成 反方辩手 也先 称目结舌 目前尚无反应 在战场上 也先往往都是胜利者和征服者 但是这一次 也先被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老头子彻底征服了 在这场辩论中 杨善状态神勇 侃侃而谈 讲的对手如坠云里雾里 针锋相对却又不失体统 还给对方留了面子 实在不愧明代第一变手的美名 这是本人的评价非官方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 也先表现的就一般了 史料记载 他除了点头同意 以及不断说几个好 对 这样的词外 就没有任何表现了 杨善看着这个火候差不多了 便把话头一转 切入了正体 但是 为这些事派兵进攻大明 也会有不小的损失 现在啊 不如把太上皇送回大明 然后呢 大明每年给太师赏赐 这样对两国都好啊 也先是被彻底说动了 他已经被杨善描述的美好前景所折服 决定把朱祁赐送回去 可当他喜滋滋的拿起大明国书仔细查看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嗯 你们的国书上 为什么没有写要接太上皇呢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没写要接人 我干嘛要送呢 杨善对此早有准备 人家发现这个问题 那是早晚的事 不过不要紧 有这张嘴在 没有过不去的坎 太师 这是为了成全您的名声啊 国书上故意不写 是为了让太师自己来做这件事 您想啊 要是在国书上写出来 太师 您不就成了奉命形式了吗 这可是大明的一片苦心啊 听到这段话 野仙是大喜 太感人了 没想到明朝竟然如此周到 连面子问题都能为自己顾忌到 确实不容易 于是他下决心 一定要把朱祁镇送回去 野仙的平章昂克是个聪明人 眼看野仙被杨善忽悠的晕头转向 他站了起来 说了一句十分实在的话 你们怎么不带钱来赎人呢 杨善看了昂克一眼 给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答复 我们本是带钱来的 但这样不就显得太师贪财了吗 幸好我们特意不带钱来 现在才能见识到太师的仁义啊 然后他转向野仙 说出了这次访问中发挥的最为精彩的话 太师不谈财物 是男子汉 必当名垂青史 万事传颂 那个原文是 好男子 垂史册 颂扬万事 我每次看到这里啊 都会不由得佩服这个杨善先生 把说话上升为了一种艺术 堪称是精彩绝伦啊 野仙更是兴奋异常 他激动的站了起来 当即表示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 兄弟 你先安顿下来 回头 我就让人把朱祁镇给你送回去 他还按耐不住自己的高兴 不断的走动着 一边笑 一边不停的说道 哈哈哈哈 好 好 奇迹就这样诞生了 没有割让一寸土地 没有付出一文钱 路费除外 杨善就将朱祁镇带了回来 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立功了 杨善立功了 他继承了自春秋以来 无数说客变手 马屁精的优良传统 深入大漠 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 充分发挥了 有条件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上的赶死队精神 空手套白狼 把朱祁镇套了回来 着实让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杨善立下不是其功 可后来得到的封赏 竟然只是从右都御史 升为左都御史 应该说以他的功劳 这个封赏也太低了 原因当然很简单 因为他带回来了一个当今皇帝 不愿意见到的人 这些且不说了 至少朱祁镇是十分高兴的 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有一个人出来阻挠朱祁镇回去 在瓦剌 很多人仇视明朝 不愿意放明朝皇帝回去 这并不奇怪 但这次不同 因为朱祁镇做梦 也没有想到 阻止他回家的人 竟然是博言贴木尔 博言贴木尔 不让朱祁镇回去的原因 让人是啼笑皆非 必须保证 朱祁镇回去后 能当上皇上 否则我就不放他走 从博言贴木尔 和朱祁镇的关系看 他不想让朱祁镇 就这么回去 很有可能是怕他回去后 被自己的弟弟欺负 会吃亏受苦 事实也证明 他的这种猜测是对的 博言贴木尔是很够意思的 他决心把友情进行到底 最后再帮朱祁镇一把 于是他找到野仙 提出把使者扣押起来 等明朝承诺恢复朱祁镇的皇位后 再送他回去 也先表示 自己已经答应了杨善 男子汉一言九鼎 绝不反悔 于是朱祁镇还是被送了回去 而送行那一天发生的事情 也让人不得不敢配 博言贴木尔的身后情谊 为了表示郑重 也先率领全体部落首领 为朱祁镇送行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 搞完一事 大家都陆陆续续的回去了 可是博言贴木尔 却一直陪着朱祁镇 走了一天的路 一直到了野狐岭才停下 野狐岭离居庸关很近 博言贴木尔送到此地打住 是因为他不能再往前走了 这里已经是明朝的势力范围 他随时都有被敌方明军抓住的危险 博言贴木尔在这里下马 最后一次看着他的朋友 这个在奇异环境下结交的朋友 想到从此天人永隔 竟嚎啕大哭起来 他拉住朱祁镇的码头 声泪俱吓地说道 今日一别 何时放得再见呢 珍重 然后他以嗅眼面擦一把眼泪 翻身上马 向瓦剌方向飞奔而去 从此他们再未见面 四年后 博言贴木尔被志愿阿拉所杀 这一去确是永别 穿越那被仇恨偏见 纠缠不清的岁月 我看到的是真挚无私的友情 居庸官首将得知消息后 列队出城迎接朱祁镇的归来 这些边关将领 对朱祁镇还是十分尊重的 但奇怪的是 他们也并不急着送这位太上皇回去 而是在等待着什么 他们等待的是京城的迎接队伍 大明帝国素来是礼仪之邦 就算是杀人放火的事情 也要讲个体面 更何况是太上皇打猎归来 这么光荣而重要的事情 自然应该大吹大雷 摆一番场面 以养我国威光耀子孙 可是这一次却极为反常 京城的人迟迟不到 让居庸官这些等待的人 一律从生 唯恐京城里出了什么事情 京城里确实出事了 朱祁玉万万没有想到 他设置了如此之多的障碍 那个不起眼的老头子 竟然还是把朱祁镇带了回来 这可怎么好 朱祁玉很不高兴 礼部尚书胡迎却很高兴 他提出了一整套迎接的仪式 这套仪式十分复杂 具体说来是先派锦衣卫和礼部官员 到居庸官迎接 然后在京城的外城 由文武百官拜迎 最后进入内城 由现任皇帝朱祁玉亲自叶剑 然后将太上皇送往住所大礼告成 朱祁玉仔细听完了这个建议 然后拿出了他的方案 一台轿子两匹马接他回来 例行节约 简单易行 对哥哥一视同仁 朱祁玉先生也算为后事做出了表率 几世中刘福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便上书表示这个礼仪实在太薄 朱祁玉反应很快 立刻回复道 我已经尊兄长为太上皇了 还要什么礼仪 刘福说礼仪太薄 到底是什么用意 这话就说得重了 不得已 胡营只好出面 表示大臣们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希望皇帝能够亲近太上皇 前往迎接罢了 这个理由确实冠冕堂皇 不好反驳 但朱祁玉仍然坚持原则不为所动 因为朱祁镇在归途之中 曾托人提前向他表示 希望礼仪从简 有了这个借口 朱祁玉便洋洋得意的对群臣说 你们都看到了 这是太上皇的意思 我怎么敢违背 想来 朱祁镇不过是跟朱祁玉客气客气的 但是朱祁玉却一点都不客气 就这样 光荣回归的朱祁镇坐着轿子 在两匹马的陪同下 威风凛凛的回到了京城 没有百姓沿路相迎 也没有文武百官的跪拜 这位昔日的皇帝面对着的是一片寂静 几分悲凉 这位昔日的东西 我不错 感谢观看